神经语言规划 或异神经语言程式学、身心语言程式学等 自称为关于人际沟通的技巧与方法 包含了来自个人中心治疗、顽形治疗法、催眠疗法、认知科学 是一种来自于构成主义或称建构主义的概念 起源与历史 神经语言规划的创立归功于两位美国人 理查·德班德勒和约翰·格林德 他们一起研究并模仿当时四位在人类沟通 以及心理治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大师 在治疗过程运用的语言模式、心理策略等 加上独创的理念而整理出神经语言规划的理论架构 经过多年反复的临床实验 认为神经语言规划在运用于人类行为、改变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神经语言规划是提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技巧 以及积极正面的思维技术、神经系统、语言模式与大脑策略 多重思维观点 由各个不同层级去观想问题、触及问题、解决问题 改变自我受困的想法 拓展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基本假设 每个人都不一样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一个人不能控制另一个人 尊重别人的世界观 有效用比有道理更实际 即使说的话理句十分充足 但对方不相信或根本不能实行 还是没有用 只有由感官所构成的世界 并没有绝对的真实世界 瞎子摸像 对方的反应是沟通的目的和结果 沟通的意义决定于对方的回应 重复旧的做法 只会得到旧的结果 凡事最少要有三种解决方法 只有一种 没有选择 只有两种 等同抉择 要有三种 才是选择 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 人人也是在各种限制下 做出最佳的决定与行为 每一个人都具有使自己快乐成功的资源 条件 任何一个系统里 最灵活的部分 是影响大局的最大因素 越灵活的人越有影响力 凡事没有失败 只有回应信息 动机和情绪都没有错 只是行为没有效果而已 优佛 优优独播剧agram